第2場BOO3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比賽 目前已經來到今天的第二場BOO3 那這一場 Dino剛剛有稍微講了一下 沒錯 我整個沸騰起來 沸騰 因為有他的前隊伍嘛 剛剛Dino跟我說 請問一下我可以介紹一下我的隊員嗎 沒問題 就交給你發揮了 好的 我們下一場 要進行的BOO3是由Wisho AFK隊上The One 那特別是左邊Wisho AFK這次隊伍我算是非常的認識 雖然有一個是我不認識的隊員 但是其他幾乎隊伍來說都像親友一樣的存在 沒錯 像是我覺得這次能夠打到比賽有一個人真的是特別厲害 因為他的身分跟我有一點連結 他是我高中同學的小學同學 哇 這連結有點遠 沒錯 而且厲害的地方就是 我們拉他來玩這個遊戲 到現在兩個月而已 然後他現在打到了比賽 然後剛好又是我播到的這一場 這個 這個 心裡真的是 熱血沸騰是不是 沒錯 好像看自己的小孩出來比賽一樣 而且兩個月還有分 就是一個月練角色等級 然後一個月打天梯 然後上了大師 而且我記得上屆Dino的隊伍其實表現得不差 其實有跟這個 我記得是跟ST找戰還是跟TFC 跟ST打到三場 對 真的是 差一點點出國的可能就不是ST了也不一定 沒有 然後今天就換我坐在這裡嘛 對 好那這邊 對手的The One The One的話其實在上屆也是有出賽的 那最後是獲了第四年的成績 那這一個隊伍其實在發 Wonder Bay也是一個非常長時間亮相的隊伍 那隊員稍待一會再做一個介紹 那這邊來看一下這邊 BAY選地圖 這邊第一個 這邊 WFK則是BAN掉了核武戰地 然後第一張PICK則是選擇巨龍峻 這邊TO則是BAN掉了這個天空神殿 然後PICK這個尊厚之墓 那第三張地圖呢 就是由這個AFK來選擇這個煉獄聖壇 嗯 核武戰地一直都是我們非常不會玩的地圖 對的 那選擇巨龍峻 我覺得巨龍峻這張地圖 它是一個戰場分明 那它很多時候比較不會自己走 不是 比較不會團體走 它比較需要就是 呃 分成有上下兩半的戰場 對的 那而且這張地圖其實同時也是一個快節奏的 說真的你節奏掌握得非常好的話 其實在遊戲時間結束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對 雖然說是快節奏 但是對於地圖機制來說 要拿到可不那麼簡單 通常拿到的時候可能就是很後面 就是才拿到這樣子 對的 好 那我剛好提到The One這支隊伍 他的選手是Jason 還有Sign 還有這個阿悅 還有這個中師引路人 跟阿米魯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Jason 其實我對Jason的這位選手印象非常深刻喔 對他的這個維拉 非常之深刻 好 對 那這邊 今天BAN掉了奧利爾的話 我覺得另外一邊肯定是BAN掉烏射阿 好來看一下喔 這邊來看的話 這邊The One則是BAN掉了這個奧利爾 然後這邊 WSAFK則是BAN掉了這個烏射 好 那這張地圖其實在所有地圖來講 我覺得很吃團隊狗狗的基本上的 這邊The One直接拿出了原色 我有個疑問 為什麼所有選原色的都是這個造型 我可能喜歡新世紀皮靈戰士 哇 哇這邊塔 薩達跟馬瑟爾同時間拿下 選得非常的快阿 就是要這樣子阿 這感覺上是有備而來的 第一方面你拿了馬瑟爾這隻角色 基本上就是 算是半封鎖對方想選大男的那種感覺 沒錯 然後 不過馬瑟爾他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圈 就是他畢竟是一個近戰 他所有的技能是環繞他的特性在做走的 那他其實還蠻怕被打賴跑的 沒錯 那 馬瑟爾 WSAFK這邊選出了塔薩達的話 那塔薩達顯然就是雙服的體系 他不太可能 他不太可能單服 對的 好 那這張地圖其實對塔薩達來講 也是有個不錯的發揮啦 他在中間的三角地在開視野 然後配合隊伍 做一個遊走 我覺得The One這邊如果拿下了馬發里恩的話 那WSAFK這邊輔助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因為 其實The One這邊ban的很好 他ban了奧利爾 之前我們這支隊伍在去打比賽的時候 一直以來都是對方都會禁用我們的奧利爾 因為我們的奧利爾 因為我們的奧利爾就是讓人家都說是最統統的一支角色 非常強的意思 對 那這邊 那如果你選了露西歐 然後禁用了奧利爾 然後烏色字也禁用掉的話 那塔薩達配的另外一個的話 我覺得WSAFK這邊會在輔助上會有一點困難 你怎麼聽你的對名都念不清楚 我就算了 下次可以取一個比較簡單的名字嗎 比如說WSAFK 這其實是他們五個人各自的第一個字 哦 瞭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選擇的奧利爾跟露西歐 那奧利爾其實在目前的比賽來講 他出的概率也是頗高啦 他本身的 他就像剛剛你有說的 他有傷害型的 那他本身的這個無敵 保牌能力也是非常好 嗯 沒錯 那來看一下喔 這邊 喔 這邊要ban掉 亞拉瑞克 要ban亞拉瑞克嗎 感覺這個是針對對頭的口袋 對 應該是覺得對方可能有一個 這一近似專精亞拉瑞克的選手 去針對性的ban 哦 我想起來了 The One這支隊伍裡面有其中一位玩家 也是我在天梯上遇到的場客 他一整排的亞拉瑞克啊 這個還不ban嗎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ban掉亞拉瑞克是 一個smart choice啊 那 那我覺得The One這邊 如果ban掉馬法利恩的話 我是覺得 呃 會給 會給藍方很大的壓力 嗯 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講 因為畢竟他搶了一隻路西歐嘛 然後現在 明天上已經ban掉了兩個 兩個輔助了 我是覺得有考慮在ban服啦 要針對可能就針對到底 沒錯 對 這是有可能的喔 那如果 那如果 或者是 或者是去ban一隻 可以打全球的坦克 比如像The Haka 嗯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主要是他要怎麼做選擇啦 The One這邊如果怕他們原始被counter的話 他們也可以選擇ban掉 安奴巴拉克 對 但是 我是覺得ban麻法好一點 好 這邊ban掉了這個 哇喔 菲菲喔 因為畢竟 因為 這邊ban掉了他 基本上對方 就不可能拿到 所謂的馬瑟爾跟菲菲這種 硬到不行 因為其實馬瑟爾 他在前排的時候 他有開大招的時候 他非常硬 真的是非常硬 他那個吸血能力非常強 沒錯 而且還有自帶護甲 對的 雖然說這一次 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馬瑟爾其實被 說真的其實被削弱的 我個人覺得是蠻嚴重的 護甲20到10 然後他的特性 2.5%到2.25% 事實上是有蠻明顯的傷害 就是有明顯的 嚴重 就是對他有傷害 對的 好 那這邊選擇 果然像Dio 你不拿 不被馬法里恩 好 我就拿馬法里恩 配了格爾曼恩 沒錯 那這樣的話 雙輔助的套路已經出來了 那左手邊這邊的陣容 就是缺一個主台 那The1這邊看一下 他們 感覺就是一個路西歐單輔啊 不太可能再出一隻輔助了 除非 如果他們出 克拉星的話可能也有搞的 就是 就有點像是 上一場的BO裡面有一個充臉症 其實我看起來比較猶豫就是 露西歐這隻角色雖然說 他是一個很全面的角色啦 但他其實 他的補量是在中後期才會慢慢的有一個明顯的增長 沒錯 他前期事實上是還蠻怕C震的 那這邊就要看一下他怎麼做選擇 第一方面 巨龍俊要考慮的是單線英雄 因為目前為止 The1這邊可以單線是有泰瑞爾 但是其實一定會有很多更好的選擇 那看一下 福斯塔德跟阿薩斯 這邊The1選擇了阿薩斯 阿薩斯 米奈希爾王子 對 那這個沒有意外 感覺上福斯塔德應該會 恩 通常阿泰瑞爾是不太會讓他去打線的啦 沒錯 因為泰瑞爾打線太弱勢了 他一定是跟著隊伍打 那這邊來講 有可能打線的 會讓阿薩斯或者是原生去選一個 去做一個打線 那有可能也是福斯塔德 但是我覺得福斯塔德在 福斯塔德他讓他打一線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他還是要隨時去做一個支援跟 跟傷害的補 補傷害喔 感覺上打線好像阿薩斯稍微好一點點 沒錯 那這邊感覺是在猶豫出哪一個坦 我覺得 有可能可以看到德哈卡或喬安娜吧 我這樣看起來 我個人是覺得喬安娜概率高一點 如果比德哈卡來講 因為德哈卡本身不是一個非常硬的坦克 說真的 他其實不太能站在對方的一個 深處去做一個被起火 非常給我面子 不是 這是應該的 對不對 因為怎麼看都不可能 你沒有坦克之後出一個單坦德哈卡 不是啊 這不是擺明被剁的嗎 是的 可是他還有三王啊 就是還有其他的選擇 但是他挑到了我們說的 對 對 巧漢娜不錯 好那這邊雙方的陣容都已經完畢了 那這邊我請電腦來問一下 這個陣容你自己會比較看好哪一邊 我看好 你剛剛為什麼 WSAFK 你剛剛那個臉有點驚恐你知道嗎 你是突然你是害怕你變阿怪話了 對不對 你怕你一講出來 哇 糟糕了 輸了隊友都怪我這種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 我 我就是支持WASFK 我看你念 等一下 他們取這種名字我真的很難念 他們每一個人的第一個 第一個英文字幕 WSAFK 不 WSAFK 這是有點難念 就是我們會中理的意思阿 對 那其實我賽前再 我賽前再稍微看一下 這一次的記憶名單 其實這一個隊伍來講 感覺上實際算是伯仲之間 真的是誰輸誰贏我都不太清楚啦 但我覺得這邊也可能會有一個引爆點 就是這個 Jason他這個 他的傷害一直都是玩得比較 衝一點的 如果我覺得他一樣 維持他原打法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破口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破口 可是他現在選的是 是坦克類啊 對他有玩坦克 坦克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坦克可能需要衝 好那現在 第三個比較開始的地圖 右邊則是The One Jason則選擇泰瑞爾這邊 阿姆魯則選擇這個阿薩斯 阿岳則選擇這個元氏 賽則是拿這個福斯塔德 然後中世銀倫則是選擇這個 路西歐地圖 左邊則是WSAFK 真的是有點長 阿薩斯則是選擇這個 馬薩爾 馬薩爾 賽則是選擇這個塔克 威廉則是拿這個巧漢娜 12K則是拿這個福助 他的 我記得12K的這個奧利爾 其實玩得非常好 沒錯 然後小魚則是選擇這個 狼人葛爾麥恩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他們 The One這邊是讓鳥人優先到了上路移動 看起來中間這邊爆發了一個四打四 是 好 你看一下喔 好那這邊 中間其實 這邊其實說真的 我們一等會戰其實打起來是比較沒有意義的 沒錯 其實就是一個氣勢你知道 就是一個氣勢 對 我們打勇敢的 對 然後馬上有去上面做一個單線喔 然後這邊則是選擇 剛剛第一時間好像福斯塔德被 是不是不小心露出啦 對 我這邊做一個點 我這邊有點硬 感覺到有點危險 啊糟糕阿拉斯 哇被受掉了 哇一個訊息 兩個刷新直接往後做一個拉側 瞬間收掉對方的馬色喔 這邊直接一個頭帶走 這個有點意外阿 好看起來雙方都是在 中下路進行一個遊走的動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因為這張拳擊在上路取了一點優勢嘛 中下可以開始慢慢的打起來喔 沒錯 現在紅方在下半地圖是掌握了控制權的 因為 在一開始掉了一顆頭 所以 要讓塔薩達先在上路幫忙補位 補完位以後 他才能夠移動到了中下的主戰艙 沒錯 下面其實可以打得比較兇 因為畢竟下面是4打3喔 好這邊也是追了進場 這邊泰瑞爾的 魔量已經有點少了喔 要有點小心一點 好 然後中間這邊 塔薩達先帶了一波線 再往中下做一個支援喔 那上面則是馬瑟爾 把上面的這個技團搶回來了 嗯沒錯 其實只要等 呃 下半地圖的節奏掌握了以後 塔薩達在中路洗拼是很有優勢 而且塔薩達在這張地圖 是很好做到一個控場的 他的浴室 可以控制住整個 黃金三角洲的三個草叢這個地帶的 對 這邊 比較意外的是喔 在一開始先掉上路的情況下 這邊還經驗值有點理想 還率先開啟兩個祭壇喔 上面這邊 馬瑟爾持續壓制了這個福斯塔德 喔 這個福斯塔德現在被馬瑟爾 壓得不成人形 好那這邊中路則是由塔拉達 持續在做一個 視野開闊跟強點 感覺上一個 這邊是有機會往下或往中 做一個抓陣 欸 阿薩斯有點危險喔 喔這邊綁住了 腦座盤跟釘到了 看起來 對但很可惜 這邊第一時間葛倫巴爾的傷害沒有跟上 應該是我咬到啦 但很可惜傷害不太夠 被逃走了 畢竟他還是一個 帶有護甲的阿薩斯喔 對的 好那這邊 上面馬瑟爾感覺上是蠻輕鬆的喔 一個人拉兩個 還是血量是妥妥的 欸 這福斯塔德感覺上要再poke一波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德萬已經意識到了 就是他們只要進入到了安穩的對線期的話 他們不太可能打贏WX是AFK 沒錯 在進入到對線期的情況下 中路由塔薩打 他可以進行中路的控場 控完場了以後再進行下落的支援 所以其實在這種對線期的情況下 是絕對立於左邊藍方的 沒錯 欸 欸阿薩斯怎麼死了 下面應該是下面的塔殺喔 哇 這個直接帶進 這個路修往後推 很可惜 好第一時間做一個拉車 下面一個零換衣 又拿到兩個門牙喔 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 紅方這邊很快速的 他們塔的砲彈都已經被藍方消耗掉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個打團的陣容 是打不贏WXAFK的 這邊有點太囂張了 直接被做一個懲罰喔 一個 這邊他會有一個往上做一個補線 順便把對方殺掉 非常賺 這個資源非常漂亮 不過目前來講話 WXAFK還是有一點點經驗上的領先喔 沒錯這種狀況就是 就是The One他們要的 他們要靠的是Gank 因為他們只要Gank成功 只要成功一次 那塔薩達就被迫要到上路補位 那他到上路補位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像是 棒球壘包推進的概念一樣 喬安娜的時候 就要到中路進行補位 當大家都到補位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他們就沒有辦法進行一個 強力的推塔 那The One就可以把節奏拉回來 所以他們要持續的進行Gank 才有可能去打贏WXAFK 這個配線上的套路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 馬瑟爾他本身這位英雄 他在上面打線 他既然沒有劣勢的情況下 其實他 就要小心被Gank 因為他畢竟他沒有什麼理場技 沒錯 他的理場技都要建立 他有意到人 他在有特性的時候 他才能繼續接近 沒錯 好那這邊 可能打一個傷害 阿他是從後面做一個包夾 這邊是一個施打3 有沒有機會 好原始從側面做一個傷害喔 那這邊橋上開起來 第一往後做一個拉側 這邊馬瑟爾的位置不是很好 欸上面馬瑟爾又知道要擊殺 What 哇這看起來是一個Top Solo阿 對馬瑟爾怎麼會死了 不過應該是一個互換 這邊 福斯塔德也死了 喔 那 想不到容器是那五分鐘都開起來了 好那這一個容器開起來 基本上就是先把這個門牙全部拿掉 沒錯 阿這個小細節沒有處理好 阿 阿他可以再往下面一點 讓只有一個炮彈打得到 但是 畢竟無傷大牙就是小細節而已 欸欸欸欸 我覺得可以打掉阿 我覺得這邊衝 這邊是一定可以砍掉往後跑的 但都行 好那這邊我覺得 上面的那條龍 要小心把往中做一個 集合 欸欸 馬瑟爾一個人在草叢那邊牽制阿薩斯喔 好那這邊一個10打9 這邊的1應該要稍微往後做個拉車 畢竟10打9是很容易被做一波團開的 喔這一個立場 還可以稍微阻擋一下對方的後退入鏡 那這邊傑森的血量有點慘 這個狀態應該要往後做個拉車喔 你的魔幻沒有了 好還可以這邊奶了一口 這邊金身把他打在塔拉身上 糟糕 悲劇 這邊上面複雜的持續在看機會 想要來從後面做一個突襲喔 那現在雙方都進入到10等的情況下 就看一下有大的元素會怎麼發揮了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天賦上的選擇 塔薩塔這邊是選擇一個 護盾的 4等的天賦他是一個提供護甲的一個護盾 那可能是因為他 WSAFK這邊有馬瑟爾這個角色 他們會讓馬瑟爾或者是巧安娜 就是進場以後 護盾主要是跳給開戰的刺客 那在滿血的情況下套護盾的話 他們選擇帶有護甲的護盾 好那這邊率先已經來到11大10喔 雙方沒有任何天賦上的差距 這邊想要嘗試性的往下做一個狙擊 這邊綁到了阿薩斯上 要直接跟上 但阿薩斯這邊開啟了護甲 好這邊要做一個反殺 喔這邊阿薩斯上有點慘 開啟了吃吃鬼 開啟了吃吃鬼 這很有可能會形成一個進場開戰 對阿薩斯已經沒有吃吃鬼了 這邊無敵開啟 全部擠在這個無敵裡面 打起來有一個吹風直接拉扯 這個戰場喔 哇這個吹掉我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人是刀柴剛拔起來 然後你又有吹阿 等一下我們上面的這個 感覺上提前還是一個Q拉回來了 但是阿薩斯被打位 哇一波差一點的傷害 就差一麥麥 阿很可惜沒有收到任何東西喔 目前來講經驗值半等領先 我覺得剛剛The One這邊的會戰處理 並沒有做到太好 就是拔刀的那個瞬間 否則打的把對手吹掉 那這樣子的話 讓原式陷入有點尷尬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下面剛剛原本有一波The One 五打三的那個局 我個人覺得這比卡太晚進來了 他其實早一點從後面進場 事實上我覺得至少殺兩個 沒錯 因為剛剛其實阿薩斯一個BAT 我覺得阿薩斯那個賣血BAT 是蠻不錯的啦 因為第一次要開啟 對方沒有硬實力要殺他是很困難的事情 沒錯 但很可惜既然就讓他們這樣輕鬆的拉掉 還被對方做一個反爆甲 有點可惜 那這樣子WSAFK 率先進入到了十三級 喔看起來要取得龍騎士的力量嗎 但是這邊是成功的被阻止了 對 那這邊原式從側邊做個進來 做一個拖點的動作 那這邊是一個瞬影席 往後做一個拉扯 那順便來講是三打十二 今天步上的領先 幾分鐘的偷天化日以後 祭壇已經變到紅方的控制了 The One這邊就是要這樣子 不斷的一直去讓你拿不到這個巨龍 然後就靠著這樣子的時間一直吸睛 吸到自己上了十三等以後 再找一個開戰的機會 最好是能夠像前面一樣 能夠發生單抓 如果他們有發生單抓的話 那這樣子 就可以順利的再拿掉 撕壓以後順利可以拿到這條巨龍 欸這邊 欸馬瑟剛剛怎麼會這樣走 這保得住嗎 喔這邊非常硬喔 血吸得非常好 哇這個非常吸非常吸 但是四秒快過了 喔第一時間盾跟上 成功撐住進行一個反打 哇一個BET 欸 糟糕 哎呀想要飛走 哎呀 一個靈幻二 推斑 那這樣子的話 WSAFK一定要把握住這段時間 變到一個巨龍 才有辦法繼續 繼續壓制喔 不然的話其實這還是一個平天賦 如果讓 The One這邊靠著機動性 拖到 隊友都復活了以後 他們可以再像剛剛一樣那種方式 一直拖時間 而且 陸秀現在復活了 那弗洛塔德也已經快復活了 等到他復活以後 他是可以直接用一個 飛行進行支援的 對 剛剛其實有一個重點 剛剛其實就是 馬瑟一個BET 他繼續以為 因為那一瞬間大家都以為他會要死 但是他 會用他自己的特性 其實卻不回來 然後第一時間塔爹的盾又有跟上 這個反正阿薩斯這個要走遠 這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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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遠 我剛 我剛有三個人打他 結果只有兩個人打他 但是這個力場漂亮 這個 我還是要走遠了 這邊一個靈魂1 這邊不能打喔 這邊 這邊要先拿龍 他們要拿龍的話 我覺得就是稍微打的 保守一點就好了 好這個龍直接被 WSAFK拿到 直接退掉中塔 我覺得The1很可惜 他們這一波 他們 已經 就成功騙掉了WSAFK 兩個長久的大絕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 馬瑟跟狼人 兩個大招都是 還沒轉好的 狼人才剛轉好 所以剛剛那個會戰的時候 他們只要等到鳥人進場 就可以在 陸修有大 鳥人也有大的情況下 再去開一個 我們多你兩個大絕的會戰 哇這一個漂亮的 綁架力場喔 直接收掉了 傑森 失誤啦 哇這個磁太傷了吧 你這個死一個死就打死次喔 又一條龍的情況下 這條龍基本上可以先騙一些炮彈 而且可以把這個水值打掉 我是覺得現在血量有點殘啦 可以往下打 去打正門牙 拉一點血量都OK喔 沒錯還有23秒的生命時間 那這個生命值 居然消耗掉了也沒主關係 好那這邊沒差 這邊直接做一個拉車 現在龍的時間也到齊了 好那這邊直接做 把這個兩個門牙都快要拿掉 喔這一個漂亮的力場 又耗掉阿薩斯大部分的血量 會逼出一個武器 哇直接一個波爆 哇直接讓人更上秒掉對方的阿薩斯 阿薩斯這一波是沒有那個主動器可以開的喔 哇被迫交出了 欸這個武器也被騙出來了 哇糟糕 這一波不能 不能出去啊 倫萬 我覺得這邊福斯塔德 哇還進去一個漂亮的力場 福斯塔德被迫交出了1 哇這邊音量全都還打開了 目前這邊德萬的招已經叫的差不多了喔 沒錯 反而是這邊WSAFK的招都還 現在喔 只剩下 主要是瑪瑪沈默跟瑪瑟的招都還在 哇我覺得德萬這個 急了一波 有點 掉了很多東西阿 就是那一波沒有打好以後 這一個風向直接被 WSAFK打了出來 好那這邊 阿娜持續來做一個POKE 喔一個漂亮的W拉回來 兩個人 喔一個 一個 門又擋住了 欸這一場塔薩拉事實上 說真的他強制 真的立場用的蠻好的 沒錯 而且他其實 有在幾波的會戰裡面 都有用他立場做一些事情 欸就有跟馬法里人有做到COMBO 就不是只是自己放自己的 好那這邊感覺上 往上持續把這個資源往前做一步的領先喔 把上面的塔拿掉 推上面的門牙 那等級會直接拉開18打16 沒錯 那這個時候 WSAFK如果沒有開到一個漂亮的位置的話 他們可以選擇打保守 那打到他們上20 再經營一個開戰 對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邊是一個The One 一個重要的翻盤的一個機會啦 因為畢竟現在18打16沒有一個重置天賦的領先 沒錯 所以是可以打的 對而且在 機動性上面的話 絕對是The One這邊的優勢比較大 他們又有路西歐元氏 還有佛斯塔德 整體來看的話 他們要能夠抓到單抓的機會 比相較於WSAFK來說高很多 沒錯 好那這邊雙方玩 全部人都聚集在下路 那這邊馬瑟爾在對 一個漂亮的立場 再一次B出了 喔 這一個 哇這麼快就開啟了櫻波屏障嗎 櫻波屏障怎麼都搞得開啟 哇馬瑟爾終於進場 因為無敵全部 擋住了 哇這邊一個 喔反 這邊一個反沈默喔 把對方的血量全部拉殘 這邊開始做一個殘血收割 馬瑟爾開啟了無傷模式 一個人撈在前面 馬瑟爾根本不會損血阿 對 哇 第一時間狼人配合馬瑟爾喔 還是擊殺掉對方一個1換4 1換4轉 轉翻了 哇這一波會戰真的是 帶給藍方這邊非常大的風向 那這樣子的話他們上20 這個絕對穩阿 剛剛其實這個無敵非常關鍵喔 但是其實說真的 這個馬法的沉默還不錯 就是他有扣著 其實剛剛有個時間可以丟啦 他沒有丟他沒有丟他就扣著 等到無敵結束再反炸 瞬間把傷害打出來 這樣子 相較於馬法里恩 我覺得 陸修的大絕實在開得有點早 而且並不是全隊都吃到 而且剛剛有重點 那個音量屏障其實太早開了 沒錯 因為感覺上就是打不太起來了 怎麼會就這樣交出去了 那 這邊一個20打17喔 感覺上有點危險 這邊WAS的AFK 就可以一個不吉不許了 喔 我們可以注意到 喬安娜這邊是還沒有點20等天賦的喔 三個風暴護盾 三個風暴護盾 這個你怎麼看 我覺得純粹他認為他們的CT不夠多 然後傷害也不夠強 所以他們覺得用風暴護盾就足矣了 那這邊20打17 感覺上是很難輸啦 這個龍又把這個外塔拿掉喔 為了塔好基本上要其實有點困難 那這邊持續的片傷害 哇 這馬上一個順身進去 把這個拉薩斯打到殘血 這個無敵開啟 但是這個無敵有點無言 沒有什麼作用啊 全面被打殘喔 瞬間把德萬的血量拉了下來欸 瞬間把德萬的血量拉了下來欸 哇這一個馬瑟爾 這麼險 馬瑟爾回來了 對 馬瑟爾在左邊 他現在回來了 沒錯 那這邊一個回來 感覺上有點危險 這個狼人 哇 一定被爆頭 可以跑掉嗎 還是死了 那這邊一個 二換三 這邊炸掉有點危險 太瑞爾持續在賣血喔 哇 這個假輔助真的是 欸 吃個塔塔在幹嘛 一直在電鳥啊 電到輸馬啊 馬瑟爾又回來了 欸 直接吸掉 這應該是會 一個W的盾 擋出這個傷害喔 哇 這個感覺守不住了 好那這邊應該是直接帶走囉 很恭喜 WSAFK獲得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麼請這個地龍來講解一下這場比賽 哇 我覺得這場比賽 讓 WSAFK如願拿到了塔薩達 那塔薩達在這張巨紅軍這張地圖 對於下半地圖其實是很關鍵的 對的 它可以親線支援 那 除了一點馬瑟爾的前期失誤比較多 就是有被 The One這邊做了一個擊殺 而且 還不只一次 沒錯 那有打到 打亂到幾分鐘的節奏之外 其實 只要穩住節奏 那 WSAFK的下半地圖這邊 都是很穩的 那 穩住了下面的祭壇以外 他們還可以一直不斷的推進 就是給The One這邊施壓 那The One這邊就是要靠單抓 那其實第一波被變龍就是因為 他們在端抓的時候 中路沒人 然後就被 就被 WSAFK變到了龍 那變到了龍以後 後面的節奏幾乎都被掌握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這邊來講The One 是有點客氣的喔 因為他們其實在前面是有跟這個 WSAFK 來做一個 就是有維持一定的 等級上的拉扯 並沒有輸太多 其實他們有幾波是我覺得 一看就覺得會贏的 比如說有一波一個五打四 原本是四打三 四打三 輔打得太慢支援了 太慢支援導致於說那一波 原本是他們可以殺兩個人的局 導致於沒有殺到 還被人家反包夾 雖然說最後沒有死人 但是其實那邊算是一個 蠻大的分水嶺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有兩三波重要會戰 第一個 露西歐像剛剛前一波會戰 剛結束的前一波會戰 露西歐的音量屏障 太早丟了 沒錯 對 然後雖然說那個無敵開得還不錯 但是我只能說就是那一瞬間 WSAFK他們的陣型拉得還不錯 基本上是沒有受到什麼樣的傷害 然後最為關鍵是Muffa這個反沉默啦 直接打亂了這個整體的節奏 對 我覺得The One其實在會戰的中間 還有一個是時機沒有掌握好的 就是他們在上面的祭壇被抓到兩個擊殺 可是WSAFK花了兩個長時間的大絕 那這個時候他們的復活時間都比那個大絕還要短 他們也是成功就是都復活到 然後有做到集結 可是在那個時間沒有打到 沒有打起來的會戰結果還打輸 對 那這場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WSAFK這個隊伍 他們的塔薩拉玩得非常好 幾次的立場都有做到一些事情 卡住對方阿薩斯 然後逼鳥人交出意義 然後也有耗到對方的血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很關鍵的施放 沒錯 甚至還有逼出無敵過 對的 好 下一場我們來到諸厚之木 好 那來看一下 諸厚之木這張地圖呢 節奏會非常快喔 那在前期探隊伍走向 一般來講都是四億分推其實還蠻常見的啦 對 諸厚之木也是一個很適合馬瑟爾的地圖 因為他有很多的單位 就是單位非常的密集 那他要吸血相對於大地圖來說更容易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WSAFK要怎麼做Bension 我覺得他們會禁用烏色 好 直接封鎖對方的烏色 那烏色其實剛剛在第一場比較有稍微講解過了 現在的烏色來講的話 他是一隻可攻可防的喔 攻了打combo 身心風暴 防的無敵他的補佑就有帶護甲非常好用 對 主要那個護甲真的非常討厭 就是他現在的治療都有帶護甲 那你可以在前面有點像充當個戰士 我覺得也是另外一個方面的多重專精的感覺 對的 好 那這邊感覺上要BAN掉了這一個無色 沒錯 而且死了還更難 喔 元氏 喔 喔 最後一秒換成元氏 等一下 你對你的隊伍了解是出乎意料嗎 你要知道 今天有一點小改動啊 對 不過因為烏色他有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他也是一個克制元氏還有馬瑟爾的選擇 所以他才會就是 因為有這兩隻角色的出現 所以他熱門除了他本身的那些技能以外 也是跟Counter Peak有關 好 這邊BAN掉了馬瑟爾喔 我覺得這個BAN就是 上一場真的是太多次了啦 被馬瑟爾一個人打回來 沒錯 好 那這邊第一個直接搶塔爹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上一場的塔爹也是表現得非常出色 那這一場在做字幕塔爹的發揮其實 大家有常常看比較都知道 其實塔爹在這張地圖非常強勢喔 沒錯 也是一個就是 他光是在中路就可以控制住上下兩個角壁處 沒錯 那看一下Dewan這邊會怎麼選 我覺得 如果他們有意想要打一個黃金三角陣容的話 他們也可以直接在這一手拿下 喔 想不到是優先選擇的縫合怪 好 那這邊看一下喔 因為這縫合怪拿下去 第一個基本上你不太會被對方做一個Counter 就是馬瑟爾已經被BAN掉了 所以我可以拿縫合怪喔 那這邊我是在傾向拿 輔助 可是我覺得輔助奧利爾 基本上還要跟另一隻輸出來做搭配啦 那我覺得這邊WSAF可能要把 輔助先選下來 不然的話到了下一輪 會遭到禁用 對的 那這邊來看一下喔 這邊WSAF可以要怎麼做選擇 對方已經拿出了縫合怪跟奧利爾 那這邊考慮到 感覺上還是會打一個雙伏體系啦 烏射再加一支不錯的輸出喔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輸出的選項 其實還有這個 葛雷麥恩 我覺得葛雷麥恩在這張地圖也是非常好去疊他的九屏的 就是九屏流是很適合桌子木的 除此之外 這一場是都沒有馬瑟爾跟原式的 那他們要選維拉恩也行 就看他們想要什麼 可是因為奧利爾已經在對面的話 那我覺得狼人跟馬法的機率比較大一點 好看一下喔 這邊選擇了這個小護士配的古爾丹喔 欸這個Dino怎麼說 根據你對你這個隊伍的了解 怎麼這個兩個RUN都預測錯誤 這個諸侯之墓我們都忘了古爾丹這隻角色阿 對 古爾丹本身在親線能力非常之強喔 還有他現在古爾丹在這個布萊基斯實驗所 還有這張地圖其實都會有一個不錯的發揮 嗯沒錯 他特別是在處理地圖機制的這個 這方面是特別優秀阿 那 呃 我覺得 這邊可以看出一點就是 縫合怪這隻角色 他可以在 對手輔助的補量是有限的情況下 他可以一直無損的消耗 他的拆刀流 為什麼後面拆刀流會流行起來 就是因為他可以無損消耗 他很多時候就可以一直吸你的傷害 如果你的輔助補不起來的話 那就可以在線上給予對手很大的威脅 所以 WSAFK這邊選擇了 異護兵我覺得 對於 前面面對菜刀流的縫合怪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對 如果 如果他選擇了其他輔助的話 那縫合怪這樣子的菜刀流 就會給他們壓力 對的 好那這邊的1 則是BAN掉了阿爾巴克喔 那這邊看一下 WSAFK要怎麼樣做BAN選 目前對方已經拿出了一坦衣服喔 這邊我其實我在想說 我們這個Jason老師會不會選擇拿這個維拉喔 我覺得很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一首也是很有可能把維拉禁掉 或者是他們要繼續封鎖亞瑞克 我覺得啦 我覺得 不會BAN維拉 不會BAN維拉 我覺得不會BAN維拉 然後我覺得可能會BAN葛倫曼恩 因為葛倫曼恩這次輸出也是蠻不錯的 那要說的話 對上他們隊我可能會BAN葛倫曼恩 然後 維拉放出去 喔 維拉放出去 是不是突然覺得 我突然覺得你好壞喔 沒有啦開玩笑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喔 這邊應該是直接把這個 感覺上會BAN葛倫曼恩啦 如果不BAN維拉的話 鐵三角陣容真的很有機會出來 好這邊 最後則是BAN掉了這個葛倫曼恩 沒錯 好那這邊就看一下 惹問要怎麼做選擇喔 目前以輸出來講的話 這張地圖還不錯的 有 維拉 還有 其實小路也是可以的啦 小路也 勉強也是可以的 而且還有顧慮到 就是 這張圖也有 打三線的問題 對 喔 扎莉亞 這個是 鐵三角 好久不見的鐵三角 有時候鐵三角會變了個樣 就是因為 扎莉亞 就 維拉加奧利爾這個很常見 對 但是 前陣子一直都是 維拉、奧利爾、扎莉亞很常見 可是現在越來越是 就是扎莉亞開始在 出現的機會比較少 對 但是情況允許的話 還是會出來 對 主要是 扎莉亞一直被削弱 那 感覺上他 因為你出他的價值就是在於他的盾 沒錯 他的盾跟 跟他做一個副坦 他只要不要太前面 他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破壞力 沒錯 這個Meta輪流轉 這三人組的組合 就好像是 大一常常走在一起 到了大二大三的時候 三個人就變兩個人了 對的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喔 其實目前比較意外是 欸 怎麼沒有人拿霧色 滿奇怪的 因為畢竟這邊都已經拿了雙輔助了嘛 我覺得德灣這邊也不太可能再把烏特拿出來 這邊拿了李敏加這個喬安娜 喬安娜其實在這張地圖起線來講還不錯 這邊看起來的話 感覺上 有可能會打一個 我覺得這邊打221或者是14都行 沒錯 非常活 WSAFK這邊選出來的是 沒有持續性輸出的一個陣容 他們是一個 有法術系的持續性輸出 古爾丹 但是跟平常我們可能會 配一個普攻性的那種持續輸出 比較不一樣 所以這邊選擇了一個雙法師 雙輔助 喔 德灣這邊選出了 雅拉瑞克 就是上一場 WSAFK有禁用的 對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雅拉瑞克的專精玩家 我是覺得這邊拿出雅拉瑞克看似 可是 感覺上好像 有一點點傷害不太夠的感覺啦 但應該是OK啦 應該OK 不過因為這邊 維拉只有一隻奧利爾做保護 走位還是要非常小心一點 對 只要雜莉亞能量有起來的話 他也是一個可怕的輸出 對的 但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要看一下他們的站位啦 其實主要就是這個 因為畢竟只有一個單後排 單後排的維拉還是相對來說 要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而且這邊明顯可以感覺到 這邊的1的開戰技其實蠻多的 比如說 勾肥的勾子 雅拉瑞克啦 基本上有很多樣的變化 那基本上有這個 又有 雅拉瑞亞這個盾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雅拉瑞克要死的概率 也沒有那麼高 沒錯 看他們是 我覺得 德外這邊很有可能會做一個三人壓線 對 或者是要做一個洗雙線 我覺得洗雙線比較常見 但是 因為鐵三角陣容在於 單線的壓制力是非常強的 好 那現在第二場比賽開始 目前是這個 WSAFK 一柄暫時領先的The One 在地圖的右邊 則是The One 由這個Science選擇這個 札莉亞 傑森則是拿 郭菲阿岳 則是選擇維拉 宗斯伊倫 則是選擇奧利爾 最後這是這個 阿瑪瑞 則是選擇這個 雅拉瑞克 地圖左邊 則是WSAFK 阿薩斯選擇這個 古爾丹 小魚則是拿這個 塔薩的 這邊C則是選擇這個 黎敏 12K則是拿這個 小護士 威廉則是選擇這個 小安娜 地圖豬肉之木 甩前中期 中間雙方先到 中間稍微 壓一壓氣勢喔 欸這個 雅拉瑞克 點的天賦 是一個 閃電 強化補血 還蠻意外的喔 因為 這個強化補血 難不成 喔對 他要進行一個撐線 所以如果他進行一個撐線 他點這個的話 是強化他的撐線能力 哇這沒有拉到 哇沒有拉到 直接被一波障害打到喔 這邊直接 維拉要死啦 維拉找了 第一時間 這一個奧利爾補得好喔 這 怎麼才一開始 就這麼的驚險啊 我剛剛 主要剛剛其實是 維拉吃到的 古爾丹的傷害了 對 而且他又踩到塔薩達的 優能風暴 他也太痛了 這差一點點 要不是沒有這個 奧利爾的補 估計已經倒了 果然鐵三角已經開始往下路徑施壓了 喔 偷了一點 能量小偷啊 哇 那 在中路這邊 WSAFK這邊 則是往上路移動 進行的反向洗線 其實這個在前期這一樣的 我是覺得 WSAFK他們這個隊伍的 洗線能力太突出了 你這邊只要其實 讓國爾丹一個人一路 他就可以很順利洗線 何況又有 又有配上這個喬安娜 洗線非常強 沒錯 如果是用反向洗線的方式 不讓一個人去跟亞拉瑞克 安穩對線的話 那亞拉瑞克點那個治療性的天賦 我覺得 效益就沒有那麼高 那還不如點另外一個天賦 好 這邊有勾到 那第一時間阿姆魯則是拉退了 好 那下面則是由 欸 他這個配線 就是一個 還可以還可以 二三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要二三 還不如讓那個 讓小巫師跟 跟古爾丹兩個人 做那個線的路吧 然後其他三人走一起 感覺是比較好一點 恩我覺得 主要是擔心下面這個 因為下面鐵三角陣容的 壓制力也很強 那就是避免硬碰硬 那因為他們 他們如果在中上路的話 也可以洗出 就跟鐵三角一樣的優勢 就是 我們的洗線的組合 不要跟你的鐵三角硬碰硬的話 那兩邊都可以安穩的洗 那接下來的話就要看 那個 誰優先召喚出的地圖集資 而且 這邊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 塔塔塔塔也是點了一個 W流喔 這邊是跟 就是跟一般塔塔塔塔點的普攻流 是不太一樣的 就面對這種情況 他不太好去用普攻流 是維拉好敢打阿 把這個 黎敏點成了半殘喔 先喝了一口水 沒錯 那點了 W流的塔塔塔塔的話 他在這種情況 在防守上 絕對比普攻流還要強 一個漂亮的小巫師 把這台炸回來 但是傷害差一點點 沒有打出來 差一點 讓他逃走喔 我覺得這邊想要擊殺 是比較難的啦 對這邊B的一個回程喔 那 其實我覺得這邊小巫師 打得真的非常好 他的這個手的彈 丟得非常精確 沒錯 目前這種情況 雙方都還在比 壓線 就是還沒有爆發 太激烈的那種會戰 那縫合怪這邊也是選擇 比較特別的天賦 是一個強化治療 配上一個法術護盾 就是一個全坦型的 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點成一個 大家耳熟能詳的菜刀流 有 這邊來看一下喔 這邊持續做一個B塔 下面先拿到兩個門牙 目前基電池 算是一個新平盤喔 下面這邊全部都要被繳掉了嗎 應該沒有 全體人員上繳國庫啊 這邊維拉又被POG到了 傷害有點慘喔 這邊直接被拉回來 林秉第一個直接跑走 看到這個維拉的掉血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在WSAFK這個陣容的情況下 其實是有大量的AOE的 在大量的AOE的情況下 塔薩達他選擇的是一個W流 那這樣子的話 到了後期 他是可以有效限制維拉的走位 好那這邊第一個 祭壇是由這個 The One開啟喔 那現在直網膜已經要降臨了 來看一下這邊第一波的會戰 目前WSAFK先獲得半等的 也先一個天賦的差距 中間最後一波推進雙望一個集結 這邊感覺上是要一個 五打四 唉唷直接進場 但傷害打在各位身上 感覺上應該被拉 會做一個拉側喔 但維拉血量有點慘 我覺得維拉被針對的有點可怕 哇 哇這個維拉直接被這個黎敏 Q秒掉了 Q秒掉了 這可 有點意外 這好傷喔 對因為 基本上你開了祭壇 如果沒有 喔糟糕 這一個 唉沒有炸到 我剛剛還以為AOE要死了 這個如果炸到的話 可能就真的帶走了 對 那這邊至少還有拿到一個下塔喔 但感覺上有點危險喔 這個傷害不知道跟不跟得上 這邊塔拉達持續在拖 全部往下做個包夾 這邊中間遇到亞拉瑞克 喔這邊這個塔感覺上可以守住 看起來 喔亞拉瑞克這邊慘招擊殺 對中路亞拉瑞克直接被黎敏還有古爾丹 做一波擊殺喔 他可能沒有意識到 這個黎敏 黎敏他點的天賦是一個 還不撤掉 這邊古爾丹傷害打好打慢 沒錯 這有小物資的古爾丹真的是囂張 我覺得 維拉的走位實在太重要了 這一場所有的範圍技都會往維拉身上針對 黎敏他點的一個是一個光球流 跟平常會點彩的不太一樣 他就是要針對那個維拉 而且在這種情況下 得萬 因為有扎莉亞這隻角色 扎莉亞這隻角色 我們通常 在透盾的情況下 會去幫他接能量 可是如果 在有光球流流黎敏的情況下 你處理不好 那你去接能量 很有可能會變成一個破口 對的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來講的話 WSAFK已經要先上到十等了喔 一個一等的天賦的領先 我這是滿關鍵的 因為線上十等的話 又配合這個織網膜 基本上 是可以賺到非常多的東西的 沒錯 那看一下這一波織網膜如何進行推進喔 好這邊看一下他們選擇喔 這邊則是古爾丹 配合這個小巫師走上路 中間則是持續三路做個推線 下面織網膜先被清掉 不過沒關係 上面應該是可以順利帶走喔 這邊 這雅悠克的血量被拉得有點慘喔 這雅悠克其實打得非常兇 雅悠克退到這麼後面 絕對是一個名次的選擇阿 對的 好那這邊中 應該會轉中阿 轉中來做一個推線喔 那這邊傷害 感覺上 不太夠 雅悠克的血量有點慘 欸這一個拉沒有拉到 哇這個恐懼度成體操隊型散開 那這邊直接要擊殺 這就是引路人了嗎 直接被收掉 維拉血量也是被 也是被壓低 直接被一波不避波帶走 這個是一個打針的執政官阿 對 執政官的傷害也是 挺強的喔 好那這邊一樣把這個塔拿走喔 一個零幻二飛翔轉 上面的智王魔也持續在做推線 黎敏一個進場 又把傷害打出來 光球沒有炸到有點可惜 我突然沒有意識到居然還有這一招阿 打針的執政官這真的是非常可怕 執政官的普攻其實是附帶範圍性的 就他不是打單體而已 他是一個小型的範圍普攻 他打的那個點 這樣子的話 他其實是給後排非常大的壓力 德萬如果這麼早就直接被斷奶的話 那德萬必須要全部人先想辦法撤退 我覺得這邊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呃就是 你這邊的腕要打贏的話 一定要親手拉到 拉到對方的後排 比如說像孤爾丹的角色 你一定要對他強開 如果沒有機會打到 感覺上 傷害是有點不足的啦 而且目前 感覺上亞拉瑞克的表現 沒有非常突出喔 好這勾 夠黎敏 一個機會 哇 不過他有點強喔 這邊喬安娜 盡可能的要做個拖遠 黎敏第一次要做個拉扯 乃回來了 一個反收恐懼 糟糕了 一個反殺 是孤爾丹開啟了無雙模式 持續做一個傷害 欸這個把他推過來 這直接吃到了三波毒 一波金龍風暴 剛剛孤爾丹其實只能打到一個人 他一個把他拉回來 讓他可以再做一波傷害輸出 這邊最後收割 剩一點血量 就是法術護盾救了他 沒錯 哇這一個 我覺得他非常的聰明 知道面對這麼多法師的AOE的情況下 選擇了法術護盾 對的好那這邊感覺上這個BOSS 應該是穩穩托托的拿下來 拿下來再去繳這一波織網膜 哇非常帥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縫合怪開戰 縫合怪開戰完了以後 所有人去追那個往後跑的黎敏 那 呃 十個角色裡面 第一個陣亡的是薇拉 他為什麼會那麼早陣亡 是因為 他為了追黎敏 他自己的位置 到了很前面的地方 但是 所有都是法術的AOE 一下就把他收掉了 沒錯喔 那這邊13打11喔 兩等 兩等領先一個天賦的差距 這邊要小心喔 這邊 吃一點傷害不過沒關係 洗個盾 洗個能量 好那這邊來跟推配合這一波織網膜 感覺上這一個上塔是有點危險的喔 哇而且 又有天賦上的領先 我覺得薇拉的輸出實在是太受限了 對的 感覺上他幾乎沒辦法什麼打出傷害 他就已經被這個血量壓制到了喔 如果我說塔薩達也是一個法師的話 WSAFK這邊是一個三法師陣容 那其實主要是古爾丹阿 古爾丹沒有人可以對他做一個限制 這一個勾也沒有勾到東西 很可惜 哇 這個古爾丹 泡上小巫師的這個補血 基本上 能量是一直無限的 沒錯能量打不出來 欸古爾丹一個總會失誤 有點機會 但是這時候只往我做一個近身 哇 好這邊 一個一換一喔 但是這邊總是有人 被這個打針的塔薩達癲死了 哇塔哥這邊開啟無雙模式 持續做一個收割 這邊 莎莉亞難逃魔掌 一個一換四 十分鐘 一節下課時間 我的天啊 這個陣容選出來 真的是讓我有點意外喔 他們 就是一個主打AOE 而且 針對後排 真的是針對得非常誇張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奧利爾 他的水晶勝率 到最後一刻 是沒有給到薇拉的 對這個 這混合怪有點囂張喔 一個人扛四個 而且還把對方打回到薇拉 這邊走紅紅後面來 做個追擊 雅爾瑞克快拉 現手快拉個 欸 他 好 該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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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 一個半滾 被這個黎明一個攻克 直接一波帶走 我的天啊 我剛剛還以為會上演一個追殺秀 光球流達 而且是氣防強攻阿 真的是非常痛阿 這亞拉要死了 好 一個反制打擊 但還是要被收掉喔 結果反而被一波逆轉 欸不是逆轉 原本就是優勢 還被反殺 當下的會戰情況的逆轉 對 好 這邊直接被帶走喔 一個四人的領先 哇 毫無懸念 對 我覺得這場遊戲 真的帶給我很多的想法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很多天賦都是在很奇怪的情況下出現的 就是 非主流 我覺得這場也給我們展示到了很多 就是你在不同的情況下選擇不同的天賦 那這場WSAFK這樣子選擇天賦的情況下 限制到了薇菈的輸出 而且讓薇菈這邊根本在後面在對峙的情況下 打不出能量 其實我覺得這場比較大 稍微要講一下 這邊The One這邊的開戰其實蠻多的 比如說沟菲的沟子跟亞拉瑞克拉 但其實 剛剛我覺得有點遺憾的地方是 這整場亞拉瑞克事實上是沒有什麼發揮的啦 對 因為剛剛其實有幾次 我們通常你選亞拉瑞克 說真的就是要敢打敢兇 你要 你看到那個 比如說他的距離是你的最遠 你要掌握到那個距離的邊緣點 去把他拉回來做一個沉默反差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很多會戰都是 欸 這邊 WAFK 基本上沒有被任何 東西打到或嚇到 他們就是順順的打 古爾當然很安全 那剛剛唯一 剛剛我們剛剛看到最後一波會戰 古爾剛剛會死 為什麼死 因為他浪了 他走前面了 沒錯 他才有機會被殺掉 那以往來講 我們看到你選的亞拉瑞克 基本上應該要打得兇一點 那郭北其實 我覺得郭北是中國的終局啦 就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對 比較可惜 畢竟沒有發現 沒有表現出那種太漂亮的那種 影響會戰的鉤子 對 那主要你當後排維拉 只有奧利爾窮一下 事實上你要輸出 真的老實講有點難打 我還是覺得維拉要有點裝備 比如說有塔拉達 你才能比較安心的去 站前面去點 不然事實上你剛剛感覺上 打起來有點捏手捏腳 你稍微一個走位失誤 就被一波帶走了 對 我剛剛想了一下阿吉說的那個 亞瑞克發揮的部分 其實藍方WSAFK這邊 是用一個調線的方式 因為原本亞瑞克就是 點一個撐線流的天賦點榜 那結果都是一群人一群人 這樣子 仗中在跟他洗線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 對手其實都走一起 那其實也很難在這段時間 製造出那種單殺 就算是把 一個遊戲的機會放在了下路 德萬這邊是把機會放在了下路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畢竟這邊 說真的 因為剛剛我看小烏士 點這個打針 我其實是有點存異的 因為其實這個陣容 小烏士只要贊助 跟顧爾丹贊助 他們基本上就 不太可能會輸 沒錯 那沒想到其實這陣場 小烏士沒有被針對過 顧爾丹也沒有被針對過 很意外 真的很意外 因為通常這兩隻 一定會被勾肥 或者是被亞瑞克 打到機會就一波打下去了 沒錯 既然我們剛剛打這場 其實這兩個選手 過得還挺安分的 結果被針對最慘的 居然是維拉 我們從前面就可以看到 就是 他們一直都避過前排不打 那些遠程技能 都往維拉身上丟 然後在中間有一個很意外的情況下 就是突然就被黎敏打死了 對 好啦 那這邊恭喜 真的是恭喜 WSAFKO 以2比0成績擊敗 人望晉級四強 那今天也是 我是覺得發揮的 也算是蠻出色的 那你對你的隊友有什麼看法 我們現場見 你們現場見是不是 沒錯沒錯 真的 我覺得看到了很多想法 就是 我覺得天賦這個東西 真的不能點得死 我看到太多玩家 在點天賦的情況下 大家都太失敗了 對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目前呢 在今天第一天的賽事來說 最後是 第一組是由 ST擊敗了TPO 第二組則是由 WSAFK擊敗了ONE 雙方其實都是一個 沒有掉任何的小分 聽說Dino說 今天原本要打好打滿 哎呀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覺得第一場 我是真的蠻看好的ST 直接2比0的 因為畢竟他們才剛出國 我這個經驗非常豐富 目前對上選手手也正熱人 那第二場的話 就 稍微有一點殘厭啦 就是 人萬選出來的角色 並沒有很好的活用他 那最後很可惜 0比2的成績賦於 這個 WSAFK 那在明天的賽事呢 也是兩個隊伍 總共四個隊伍 要來進行另外的 四強的對決 那第一個隊伍呢 則是由GUP 要對上S 那GUP 這個隊伍 我看了一下他的名單 就是人可能是比較 以前是沒有出現在 我們這個HCC上面的 那是一個新興的勢力 那我們可以期待 明天的表現 那S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老隊伍了啦 是有Ryro領軍 Blue Wave 還有Alpha 還有Lumi 還有新的選手 RCA CLE 他好像取代了BET的位置 那第二場呢 則是由TFC要對上BYR 好 那明天的比賽也是非常精采可期 那一樣是明天同一時間7點 那我們會一個現場轉播 然後看誰是最後的四強 那也希望明天 大家持續支持爆血音霸 我們明天7點 那一樣會準時轉播 然後明天7點會跟大家講一個 我覺得對於爆血音霸是一個蠻重要的消息 明天公布 大家聽到應該會覺得很興奮 對所以明天請大家 沸騰起來 一定要準時收看 那明天呢 則是由這個阿怪 阿怪要來當我們的賽評 那我們就明天7點準時見 我們明天見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